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议认为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顶住外部压力 克服内部困难 着力扩大内需 优化结构 提振信心 防范化解风险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步伐 会议强调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切实增强经济活力 防范化解风险 改善社会预期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增进民生福祉 保持社会稳定 会议指出 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 以静促稳 先利后破 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 提制增效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 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会议强调 要做好两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深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另外 会议强调 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持续深化阵风速记反腐 要强化政治监督 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 重拳纠置似风顽疾 加强纪检监察专责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同 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队伍 努力做自我革命的表率 尊归首纪的标杆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6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今年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断后 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 中国发展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利因素增多 国内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叠加 中共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着力扩大内需 调整结构 提振信心 防范化解风险 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表示 今年以来 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聚焦制造业重点产业列优化升级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 深入开展调研 向中共中央报送各类调研报告 意见建议 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表示衷心感谢 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 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二是坚定发展信心 协助做好解疑试祸 凝聚共识工作 三是积极为推顿高质量发展 建言献策 要聚焦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扩大国内需求 防范化解风险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等 加强调查研究 继续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贡献力量 希望各民主党派中央和五党派人士 抓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 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全国工商联会同友官部门 落实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相关政策 支持民营企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发挥更大作用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来聚焦以哈局势 洛舍在8号引述了美国现任 还有请任官员的消息指 现在拜登政府正在寻求国会的同意 要向以色列出售4万5千枚炮弹 用于以军梅卡瓦坦克的作战 俄语军在当天稍早在试图营救人质失败 有士兵重伤 在对加沙地带城市的持续打击中 依旧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哈马斯方面8号称 其成员阻止了一次营救企图 与以色列特种部队交火 并称以军为保护后撤部队 而从空中发动袭击 导致一名被抓为人质的 以一名504名的监制 和保护中央 在海岸上 他们也会发展在哈马斯 和资格的资格 在海岸上 他们会发展在海岸上 在海岸上 以此同时 针对巴勒斯坦总理 阿什提耶此前提议 在战后 哈马斯能够作为一个合作伙伴 来治理加沙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8号下午回应称 加沙不会再有哈马斯的存在 以色列会将其摧毁 自从以方宣布 进入下一阶段作战 南部城市汉尤尼斯 就开始成为 以军重点展开军事行动的地方 当地的一座清真寺 也不能幸免 在8号遭遇空袭后完全垮塌 并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15人受伤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加沙事务负责人托马斯·怀特 则在社交媒体发文指 加沙的社会秩序 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他举例说 部分援助物资被洗劫 联合国车辆被打砸 加沙的街头已经变得十分野蛮 尤其是在入夜之后 凤凰卫视编和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8号就巴以问题 召开了紧急会议 并就一份要求加沙 要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决议 进行表决 但这份决议 却被美国给一票否决 未能获得通过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就表示 只有实现停火 才能停现安理会的应有作用 安理会必须要采取行动 任何的犹豫和托词 都是不负责任的 联合国安理会8日就巴以问题 召开紧急会议 并就一份阿联酋提交的 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这份草案对加沙地带的 灾难性人道局势 表示严重关切 并要求立即执行 人道主义停火 这份草案 共获得包括中国 俄罗斯 法国 阿联酋 等13国的赞成票 美国投下了反对票 英国投出了弃权票 由于美国行使了一票否决权 这份草案 未能够获得通过 中国 安理会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首要职责 安理会别无选择 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紧急行动 停火指战 保护平民 任何犹豫和托词都是不负责任的 美方则表示 这份草案拒绝谴责 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的说辞 美方对此无法理解 认为这份决议脱离现实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表示 加沙的人道主义系统随时可能会崩溃 而公共秩序的崩塌 很可能会对地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他警告表示 向埃及 黎巴嫩 叙利亚 伊拉克等地 都已经不同程度的被卷入了这场战争 凤凰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以哈冲突持续 现在中东多国在8号举行的示威集会 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并且呼吁加沙要停火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就在当天指出 希望以色列对军事行动可以加以调整 以减轻平民的痛苦 在约旦首都安曼 大批民众8号高举标语和巴勒斯坦国旗 手持带有血迹的果实布 高呼美国是侵犯领头人等口号 声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 而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以女性和儿童为主的抗议者 当天嘴贴写着加沙二字的交代 准备了带有巴勒斯坦国旗和受害平民姓名的棺材 以及沾满血迹的果实布 先后聚集在法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和国家博物馆前进行静坐示威 呼吁加沙立即停火 同一天 大批民众在野门首都萨纳取行示威 抗议者收取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 高喊口号声援加沙 美国纽约也有大批民众示威 收取自由加沙的标语 要求美国结束对以色列的资助 并呼吁加沙停火 与此同时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当天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见起表示 希望以色列调整其军事行动 以减轻平民痛苦 并允许更多人道主义援助进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香港海关在8号举行学员结业会操典礼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主持检院仪式时 就呼吁区议会选举中要勇于投票 有见习学员在展示不操时 就摆出了区议会选举的日期图案 也就是12月10号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香港海关学院 检阅173名见习学员的结业会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以及香港海关旗帜冉冉升起 学员现场展示中式不操 先后摆出三个图案 分别包括代表香港特区的紫金花 寓意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的图案 以及12月10日期投票的样式 陈国基在至此时表示 香港海关肩负四大任务 包括维护国家安全 及维持社会稳定 发挥香港被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促进民生福祉 以及推动青年发展 同时他呼吁各界 在区议会选举中踊跃投票 香港海关关长何佩山则表示 12月10日就是区议会选举 香港海关会全力配合 及支持选举工作 何佩山指出 在投票日当天 部分海关人员需要工作 当前已做出一些特别安排 令他们在上班前后 可以及时投票 确保能参与投票 富翁卫视 吴星纯香港报道 好 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投票 将在明天登场 港府在今天举办的 区选兵分日 在全港各区 都举行各类型的活动 还有优惠 就是要呼吁市民 要勇于投票 活动包括有家庭华 体育还有亲子活动 以及免费参观博物馆等等 那么最新消息 马上临线呢 目前仍旧在香港艺术馆现场 我们的记者陈其曼 其曼你好 秀琴你好 今天呢 在香港有哪些的造势活动 还有动员宣传 在晚间的这个大会 也呢 有哪些的亮点关注呢 好的 秀琴 正如你所说 香港区议会选举呢 将会在明天进行投票了 所以早前呢 特区政府就把今天12月10号呢 是定为了区选兵分日 并且呢 是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与民同乐 那么其中呢 就在我现在身处的 香港艺术馆呢 就是其中一个会免费 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 那么其他呢 同样也是香港康门属辖下的博物馆 包括有香港太空馆 科学馆 历史博物馆 文化博物馆 等等的一系列博物馆呢 今天也是可以免费入场的 除此之外 香港湿地公园 今天也是免费向公众开放 那么除了这一系列 免费开放的一些博物馆 场馆之外呢 在今天在湾仔 以及是关塘的海滨呢 还会举行嘉年华活动 还融入了不少游戏 以及是运动竞技的元素 设置了大大小小的互动摊位 和市民一起玩 那么举办这么多的活动 到底和区选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特区政府呢 就说了 他们是希望啊 通过这样多元的一些形式呢 可以呢 吸引更多市民的注意力 并且呢 炒热社会气氛 这样呢 就能够鼓励 更多的选民 在明天呢 也是积极的上街 去踊跃的进行投票 那么除了日间的活动啊 其实在今天的夜间 也有一场重头戏 那就是刚刚你也提到的 今天晚上七点钟呢 将会在西九文化区 举行一场 共建美好社区大会演 那么这一场大会演呢 是将会持续 至少三个小时 期间呢 还会同场啊 在附近的海面呢 上演一场水上烟火 除此之外 还有第三场 也是在期间会举行的 有超过一千二百架的无人机呢 是会在附近的 西九文化区的上空呢 是进行一个飞行的表演 可以说呢 是非常多亮点 那这么多的亮点呢 也是吸引了不少 香港市民的关注 但是免费入场券 只有四千张 那么抢不到入场券的市民 又可以怎么办呢 特区政府呢 是一定会照顾到大家的 为了让更多的香港市民啊 更大范围的 能够观看到这一次的大会演呢 还联合了 本地的七家传媒 当然也包括本台凤凰卫视 进行全程的联播 所以呢 希望我们的观众 在今天晚上七点钟 也准时收看 不要错过了 那么除了这样的 一系列的活动之外呢 当然还有不少的宣传活动啊 所以也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 听到我呢 这样一口气的说下来啊 也会有一个感受 就是哇 今天的活动 真的是一彩分成啊 所以就连香港 政治级内地事务局局长 曾国卫自己也说啊 他形容这一次特区政府 对本次宣传 本次趋选的宣传呢 可谓是空前 而各个特区政府的高层官员呢 也是总动员的 都分别到各处呢 是进行一些呼吁拉票 呼吁大家投票 这样的一些活动 就好像在昨天呢 香港保安局局长 邓炳强呢 就连同当局的同事 在下班之后啊 还到了美副去进行派发一些 呼吁投票的传单 那么除此之外呢 香港的教育局局长 以及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孙东和蔡若莲呢 他们也都分别在所属的 政策局的不同的办公室呢 去走访 呼吁啊 大家各位职员同事 也带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呢 在明天一起踊跃的投票 那么除此之外呢 香港发展局局长 宁汉豪 以及是明镇级青年事务局局长 麦美娟呢 在昨天呢 也是到了元朗的乡村去走访 向村民呢 派发呼吁投票的传单呢 那在民间方面呢 也是很多大型的一些宣传的活动 包括像今天的新界社团联会 就在新界的九个区域 都举行了单车巡游活动 为区议会选举造势 也是一边骑着单车呢 一边大声的呼喊投票 呼吁大家积极的投票 那么有关今天的 更多的区选兵分日的活动 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 现在先把时间交换个秀琴 所以香港市民要记得 明天就要投票了 非常谢谢秦曼在前方的观察和掌握 香港区会的选举投票日 将会在周日举行 不少知名的艺人最近是拍摄了短片 鼓励市民要勇于投票 将近百位的香港影视歌星 一同合上歌曲 说这三下要共建美好社区 就是要呼吁市民共同建设 缤纷的香港 香港区域会选举投票日临近 知名艺人团体MIRROR 近日就拍摄影片 呼吁市民投票 片中12位成员齐聚 一次排开呼吁投票 此外香港还有多个知名艺人 及团体拍摄短片 呼吁市民投出新仪的区议员 共同建设美好社区 香港特区政府9号 在西九文化区竹翠公园 举行共建美好社区大会演 主题曲狮子山下共建美好社区 就为香港快智人口的名曲 狮子山下谱上心词 由逾百位香港知名影视明星合唱 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邝美云 知名艺人谭永林 张志玲 严明希等 希望借歌曲振奋人心 共建美好香港 凤红卫视 崔口君 香港报道 香港新一届区议会选举 是重塑区议会 已经完善地区制底价格之后 首次举行的全港性选举 有助于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 最后一礼路 对香港推动良政善治 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一次的区议会选举 在选举方式方面呢 有哪些新的特点呢 一块来了解一下 香港新一届区议会 由470人组成 其中由行政长官委任的 委任委员占179席 由当区的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 也就是由政府委任的 地区扑灭最新委员会 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分区委员会 也就是俗称的三会选出的 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有176席 44个地方选区 每个区两席共88席 有相关地方选区的选民选出 剩余的27席则由当然委员 由当区相识委员会主席担任 12月10号选举日 选出的就是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 以及区议会地方选区议员 这次区议会选举选情激烈 两个界别的议席全部由竞选选出 当中地方选区选区 有171名候选人 进驻44个选区的88个议席 当中竞争最激烈的地方选区 为游坚望南和大步北 都是6人争两个议席 而中区 西区 湾仔和大步南 则5人争两席 地区委员会界别选区 则有228名候选人 进驻18个界别的176个议席 当中位于新界的奎青区 是这个界别中竞争最激烈的 三个选区之一 另外两个竞争激烈的选区 分别是大步和离岛 三个区平均约1.5人争一个席位 选举当日 选举事务处在全港 设超过600个地方选区 一般投票站 让约433万名登记选民投票 投票时间为早上的8点30分 至晚上的10点30分 共14个小时 此外还在警署 以及成交运所内设有专用投票站 让在求或受还押的选民投票 为方便去于内地或投票日 需往返内地的选民投票 选区事务处会在新界上水 港铁站附近的两所中学 设立四个邻近冰境的投票站 但只适用于地方选区选民 地委会界别选民并不适用 另外还在全港18个区 各设一个地区委员会界别投票站 投票时间为早上的8点30分到下午的2点30分 共6个小时 地方选区采取双议席单票制 每名地方选区的选民只需投选一名候选人 选民只能用票站提供的印章 在选票上盖一个对号 而地区委员会界别则采用全票制 选民需选出不多余不少于相关选区的议席数目 与今年机场公共选举一样 这次选举的投票站会设立两条队伍 特别队伍共年满70岁长者 孕妇和残疾人士使用 另一条队伍则供一般选民使用 而在投票日 选民可以在选举专用网站 浏览每个一般投票站的大概轮后时间 而投票站外也会树立相关的告示牌 供选民选择在较少人轮后的时段投票 凤凰问世 金小飞 香港报道 欢迎回来 根据中国海警官方微博发布 9号中国海警依法对菲律宾 清闯黄岩岛临近海域的 三艘渔业和水产资源局公共船 实施了管控措施 在关注到的是最近 解放军的南部战区 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恩施舰和同龄舰 在南海的某海域展开了长航时 多科目的实战化训练 要进一步锤炼 编队临时指挥 还有应急决策能力 战斗警报 航舵期间空中敌情突至 经过雷达搜索 编队相继发现敌空中飞行目标 各舰随即调整阵型 展开主炮对空打击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编队舰艇主炮高速骑射 在高空中形成密集火力网 成功将敌机击落 对空打击刚刚结束 雷达站位发现海面上 有敌快艇正向编队急速避紧 各舰根据现场态势 采取战术机动 并使用机枪实施火力射击 目标右斜60度 机枪手组织连胜 消灭目标 机枪手快速做出反应 对海上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并根据打击效果 及时进行角度修整 多轮打击过后 海上的快艇被摧毁 在多天的海上训练期间 他们还进行了编队运动 航行与警戒 综合攻防和轻武器射击等科目训练 随机穿插装备出现故障 和舱室破损进水的内容 编队碎型任务能力得到了提升 缝合一事综合报道 台湾2014大选临近 国民党大选参选人 侯友宜的副手赵绍康 在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 栏目专访时就表示 这次大选定义是和平与战争 国民党候选人当选 两岸一定和平 如果选择民进党就是战争 73岁的资深传媒人赵绍康 党籍是中国国民党 曾任三届立法委员 两届台北市议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 政治经历丰富 曾经缔造三次选举高票记录 他在接受访问时说 这次台湾大选定义就是和平与战争 他认为马英九十七 两岸关系融洽 代表国民党要和平不要抗争 而反观民进党就是选择战争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年轻人以前很支持民进党 支持半天你把兵役 从四个月改成一年 你什么意思呢 如果不是两岸兵兵占委 需要这样子吗 而且你真的 这些年轻人去服兵一年 真的打仗就能胜吗 这不能打仗嘛 两岸怎么能打呢 所以和平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讲这次的大选的主题 一定是战争与和平 你民进党就是战争 赵绍康还说民进党听从美国 将台湾变成美国棋子 反而失去尊重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不能够那么紧巴着美国的大腿 你这样的话老美也不见得看得起你 我们在美国电视书做事也知道 你都听他反而看不清你 你该讲的就讲 该争的就争 对不对 他反而觉得尊重你 赵绍康还提到 自己是临危寿命 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集中力量 集中选票才会赢 凤凰卫视杨夕赵伟综合报道 台湾2024大选 由台湾媒体在8号公布了最新民调显示 民进党的赖萧配 以39%的支持率再次领跑选战 但是和国民党的侯赵配的差距 目前只剩下5.2个百分点 另外在立委民调方面 国民党目前是微弱优势 暂时排在了第一位 据台湾媒体ETtoday 民调云8号发布的大选民调结果显示 民进党赖萧配 以39%再次处于领跑位置 国民党侯赵配 以33.8%的得票率紧随其后 双方仅差5.2个百分点 而民众党客户配 选情再次下滑 跌至18.1% 喜好评价部分 受访民众对赖萧配的喜好度最高 为38.7% 对客户配的讨厌程度 为43.8% 是三组之中最高 另外 区域立委民调方面 三党排名 依次为国民党34.5% 民进党33.2% 民众党11.9% 国民党以微弱优势 暂列第一 本次民调是在6号和7号 针对20岁以上民众 进行的选情调查 采集有效样本 共1,251份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继续看向香港 香港儿童感染到了肺炎支援体 入驻公立医院个案 过去三个月达到170宗 香港中文大学的呼吸系统科 讲座教授许畜双 在9号表示 肺炎支援体的感染个案 有上升趋势 大部分患者都会出现 上呼吸道的病征 预料这个上升趋势 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在2016年中和2019年中 香港都有两次的资源体的爆发 现在8月开始就有一个上升趋势 那个个案是多了的 但是大家也都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这个都是有抗生素 可以是治疗到的 包括了50岁以上人士 好 他表示在电台诊语中 以往的儿童如果感染上了 别的病毒 主要出现是呼吸道症状 但最近会开始出现像是气喘 似乎这个病毒也开始 影响到了细管 包括了支气管 他也特别提到 在感染了有关病毒之后 通常都会发烧 但是在数天之后 应该就会退烧 如果有需要时 需要陆月接受治疗 他又表示 特区政府在上个月宣布 首批一共有10万剂的 新一代SBB的变异株 新冠病毒已经运送到了香港 所以他也相信 当局会在下周 就会公布接种安排的 有关细节 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 于2006年创立了爱心奖 以表扬各界的慈善典范 爱心传承了18载 本届的颁奖典礼 将会在新天 也就是12月9号 在凤凰卫视的香港总部举行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五位的得奖者 也会连同另外两个得奖团体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和癌症希望基金会的代表 会亲您到现场接受表扬 第十八届 2023爱心奖内地得奖人 王宋汤 2004年创建广东工艺 续姑助学促进会 年届85岁高龄 仍然绑着护腰下乡查访 他带领4300多名志愿者 累计筹款2亿6900万元 资助超过37000名孤平学生 创办中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 签合社区基金会的刘小刚 扎根珠三角 用国际事业把慈善作为事业 并进行专业运作 深圳市恒辉公益基金会 创办人陈兴甲 通过创新公益实践 建立针对脆弱群体的社会支援系统 并成功推动两种儿童白血病 临床特效药 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我们的95%是要用心去陪伴 去服务 去帮他解决问题 台湾得奖人袁万丁 是万昌基金会创办人 红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带领全球7000位员工 以行动式公益理念 将知识与医疗资源 带进需要的角落 香港得奖人士宽运大和尚 是现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 西方寺方丈 他积极推动社福慈善及文化教育 并向灾区群众提供援助 小爱的生活变成大爱了 大爱的生活变成慈悲了 慈悲的生活就是大慈大悲 第十八届2023爱心奖颁奖典礼 将于12月9日与凤凰卫视香港总部举行 凤凰卫视邱立芬香港报道 好 第十八届的2023爱心奖的颁奖典礼 今天就在凤凰卫视的香港总部登场 有五位的得奖者 还有两个得奖团结代表 都会亲领到现场来领奖 那么现场情况如何 马上领先我们的记者季思青 思青您好 中文好 秀琴 在典礼现场有哪些的流程安排 好的 这是您所说 由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主办 同时凤凰卫视协办集制作的 第十八届的爱心奖颁奖典礼 在今天下午四点钟 将会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凤凰卫视总部 是即将举行 那么此次也是得奖者 是包括了两岸三地 而值得关注的就是 这次的甄选范围 是由个人是延伸到了团体的范围 而有关于主理的嘉宾 也是除了是这些颁奖嘉宾 会清零现场之外 主理嘉宾还包括了 香港的明清局副局长梁洪正 以及是香港前绿政司司长梁爱施 等嘉宾也都会是清零现场 来见证盛事 不如现在呢 我先为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次的得奖者 首先呢 上海的宋庆龄基金会呢 则是成为了这次爱心奖的 首个得奖的团体啊 那他们呢 也是表彰 是品成了宋庆龄思想和精神 关心妇女儿童等健康的发展 另一个得奖的团体呢 则是台湾的癌症希望基金会 为患者打造了安心 无爱的友善环境 而在个人的得奖者方面呢 内地的嘉宾则是包括了王宋汤 年仅85岁的高龄的汤呢 是带领了4300多位的志愿者 是累积筹款了2.69亿元 也资助了超过37000名的孤平学生 那另外的得奖人呢 还包括了创办中国第一家 社区基金会的刘小刚 扎根珠三角 用国际事业也把慈善呢 作为了事业 而深圳市的恒徽公益基金创办人 陈锡甲更是通过了创新的方法呢 是针对脆弱群体建立了社会支援系统 并且是推动了两款的儿童白血病临床特效药 进入到了国家医保的目录 而台湾的得奖者袁万丁啊 则是带领了他大约7000多位的员工 是致力于将慈善作为行动的一个概念呢 是希望将医疗知识等呢 是带到了全球有需要的角落 至于香港的得奖人呢 则是香港佛教联合会的会长 也同时是西方寺的大方丈 也就是施宽运 他也是致力于慈善 社福和教育 也是积极帮助灾区的民众 那么以上呢 是得奖人的相关情况 那有关于现场的最新进展 我们也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报道 先把时间先交还给你秀琴 好 非常谢谢思青 在香港现场的连线报道 再看一则财经消息 内地11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按年下降了0.5% 同期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按年下跌了3% 受食品能源价格波动下行等因素影响 11月份CPI下降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 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较去年同期下降0.5% 按月跌0.5%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4.2% 非食品价格上涨0.4% 消费品价格下降1.4% 服务价格上涨1% 数据显示 11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较去年同期 下降2.2% 其中猪肉价格下降31.8% 影响CPI下降约0.58个百分点 蛋类价格下降8.8% 蛋鲜果价格上涨2.7% 至于反映上游物价通胀的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 按年下跌3% 按月下跌0.3% PPI分类中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 农副产品类价格均较去年同期 下降7.8% 燃料动力类价格下降7.4% 化学原料类价格下降6.3% 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下降0.4% 油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2.6% 缝合一事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对于有两名中国官员被指 与所谓新疆持续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而被美国制裁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犯人刘鹏宇就批评 制裁是非法的 美方这种行径是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公然在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严重损害到中美关系 中方是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 再关注目前的俄乌局势 乌克兰议会在8号批准要启动 加入到欧盟谈判 所需要的一些法案 包括一项关于人权的法案 经总统资金斯基签署成为了法律 在同一天 乌克兰的人权监察员就人权问题表示 俄方在俄控地区 强行转移了上万名的乌克兰人同 并且将他们给送出乌克兰边境 泽连斯基8号表示 根据欧盟的建议 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包括 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法案等三项法案 泽连斯基称 欧盟此前提出七项改革条件 乌克兰已经全部完成 他敦促欧盟尽快履行此前所做承诺 欧盟峰会将在下周举行 届时成员国将就乌克兰 以及摩尔多瓦能否加入欧盟进行讨论 据悉 此前匈牙利政府持反对态度 称乌克兰还未做好准备加入欧盟 8号 由加尔大提议的 乌克兰儿童返回国家联盟会议 首次在基辅举行 乌克兰人权事务专员卢比涅斯表示 俄罗斯与白俄驱逐俄战役区 1.9万名儿童 他表示 此前俄方声称将持有的儿童名单交给乌克兰 但乌方并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卢比涅斯还说 俄罗斯对这些儿童开展再教育 甚至准备将其应证入伍 全乌克兰儿童的儿童鲜 卢比涅斯表示 乌克兰儿童返回国家联盟的成立 旨在建立一种机制 能够通过确定被俄方扣押的乌克兰儿童身份 启动归还程序 并在儿童回到乌克兰领土后 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援助 此前美国耶鲁大学的一项报告显示 截至今年10月底 超过2400名乌克兰儿童 被送往白俄各地的13个设施内 基辅方面估计 约有1.9万名乌克兰儿童 遭到俄方驱逐绑架 并表示正在调查 白俄涉嫌参与相关行动的情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欧盟峰会将会在下周举行 会议会讨论对乌的财政援助 并且会启动入欧的谈判 不过目前匈牙利政府 已经表明会给予否决 在峰会召开前 欧盟委员会也会提出立法建议 允许动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 今年最后一次欧盟峰会 定于14号到15号举行 会议将讨论从现在到2027年 给予乌克兰政府 500亿欧元的财政援助 以及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开绿灯 有欧盟化孩子之称的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早前威胁否决这两项提案 欧尔班在法国观点周刊的 最新访问中表示 匈牙利将本国利益 置于一切之上 从不支持欧盟制裁俄罗斯 但不能每次都使用否决权 要寻找平衡 只会反对跟匈牙利根本利益 有矛盾的制裁 比如能源方面 另一方面 欧盟委员会将在12号 批准立法草案 动用制裁令下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不过路透社引述 法国 德国和比利时的消息称 对乌克兰迅速获得资金的可能性存疑 欧盟委员会指出 目前有约280亿欧元的 俄罗斯私人财产 以及2070亿欧元的 俄罗斯中央银行资金被冻结 欧盟委员会的提案 旨在引入 动用这些资产的标准规则 但需要全体成员国支持 欧盟峰会将对草案做最终损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媒体在8号表示 俄罗斯平均每一天 会新增1000多人签订的 志愿军的合同 此外 西方正在向俄罗斯 发出了积极信号 表明准备就乌克兰问题 要进行谈判 但目前俄罗斯并没有 对这些信号 做出确切的积极回应 星期五 在阿富迪伊夫卡方向 俄罗斯武装部队 在北翼的交化场 拥有了主动权 欧军的主要压力 这是交化场西北的彻翼 俄军的航空兵和炮兵 正在朝这个方向 进行积极的工作 在阿城西南翼的 沃迪亚诺耶和 拖延科业方向 阵地战已经进入到 胶着的状态 俄罗斯专家判断 如果南北两亿 俄军能够推进到 只剩下一公里左右的缺口时 阿富迪耶夫卡 乌克兰守军可能会撤退 但是目前 乌军仍然在顽强地坚守 周五 在巴赫木特方向 主要的战斗发生在西北裔 俄军正在最近控制的 赫罗莫沃和别墅地区 发动拓展攻势 在马林卡地区的 敦涅斯克方向 俄军控制区 与乌克兰武装部队 接触的防污区 相距约一公里左右 乌军的主力正在撤退 俄罗斯专家强调 在乌东苏梅方向 俄罗斯集结了重兵 这可能将是 俄乌冬季战役的 一个重要的战斗方向 俄罗斯有些专家认为 目前 俄方意识到 前线的主动权正在倾斜 并忽略了西方的警示 西方的专家们 也不断警示 莫斯科要在某些方面 能够妥协 但是俄方实质就是 要求基辅政权投降 顿涅斯科 目前顿涅斯科 这种战役的 最集中的方向 主要是在阿弗迪伊夫卡 当然了 目前阿弗迪伊夫卡的战役 也是正向众深进行发展 特别是乌军 也是加强了 对顿涅斯科式的 这种无人机的攻击 这种攻击 也是可以看到 目前也是乌军 加强对俄军的一些 最重要的目标 实施一个精确打击的 这种军事的态势 那么以上就是 凤凰卫视 卢语光 伊万 阿拉曼 福拉特 在 顿涅斯科的报道 美国 日本和韩国的 国家安全顾问 9号召开了安全会议 并且呼吁 国际社会 要针对朝鲜的 核武器发展 以及同其他国家的 军事合作 要加强压制 包括像是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 邱叶甘南 以及韩国国家安保室 市长赵太庸 是一同召开了安全会议 重点讨论 朝鲜在11月份 成功发射的 第一颗军事侦察卫星 以及对朝俄军事合作 和武器转移的一些担忧 三方随后也举行了 联合的记者会 沙利文就表示 美日韩正在寻求 一项三边的合作倡议 以应对朝鲜的网络犯罪 以及尝试规避 国际制裁的行为 另外韩国方面就表示 韩美日会加强合作 以确保国际社会 彻底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的 涉潮决议 那么根据韩方的情报显示 现在俄罗斯很有可能 会为朝鲜的卫星发射 来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援 另外朝鲜也有可能 会为俄罗斯运输 超过100万发的炮弹 欧盟议会议员 以及成员国代表 在8号终于敲定了 有关于要规管 人工智能AI方面的 临时协议 目前各个成员国 就规管CHET GPT等 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 暂时达成了一致 也为欧盟对人工智能领域的 全球首部立法铺平了道路 在历经马拉松市的闭门谈判后 欧洲议会及成员国代表 于8号在布鲁塞尔 策定人工智能法案 有关临时协议 各成员国就规管CHET GPT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暂时达成一致 各方同意 由欧盟委员会 维护一份构成系统性风险的 AI清单 要求企业提供相关数据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 形容其为历史性协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欢迎达成协议 此前各方就人脸识别等技术 存在较大分歧 这一技术被指存在隐私泄露风险 但政府人士认为 人脸识别对于打击犯罪 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或缺 欧盟内部还就人工智能的 基础模型监管存在巨大争议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主张将基础模型排除在监管范围之外 更加提倡行业自律 然而最终敲定的临时协议指出 大多数先进基础模型 被指存在系统性风险 应被施加额外监管 要求技术企业公开基础模型的背后算力 人工智能法案将于明年6月 在欧洲议会举行投票 如果通过最早将于2025年开始实施 违法企业最高或将面临 3500万欧元罚款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在德国柏林动物园诞生的 大熊猫梦想和梦源 即将要返回中国 原方设立了纪念牌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肯 柏林市市长维格纳 以及柏林动物园的园长 一同为纪念牌共同节目 吴肯表示 熊猫不仅是见证了中德友谊 也成为了能够延续发展 两国关系的友好使者 所以感谢柏林动物园 积极参与到大熊猫的保护工作 也欢迎德国朋友未来来到中国 来实地探望梦想和梦源 据悉梦想和梦源 计划会在12月中旬 就会回到中国 好 感谢您搭乘凤凰五金专链 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级新闻